大家好,欢迎收看五家财经 以下资讯由五仔个人理财顾问Ivansir提供 如有任何理财和退休的问题 都可以在留言区直接联络Ivansir 哈啰,各位李比老板早退到五仔听众读者 大家好,又是我Ivan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黄马 我喜欢巴赛的 有时黄马比较聪明,有时巴赛比较聪明 现在黄马影都没有 其实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东西购买的 确实,房子是否一个自住的工具 还是一个投资品呢 肯定是消耗品的,你也会住的嘛 但是消耗品为什么这么多年又会升呢 今集想和大家看看 喂,现在这个时势 哇,不用一球都可以作业主 放不放大?正到备了 你以为这家城会照着你,是不是? 喂,他都不断地放货 蝕着都要买,不要开玩笑 有些人在13年前买的楼盘 竟然都要蝕三成,不要开玩笑 差了13年 2011年到现在 还有,原来有些市区的公屋 竟然卖到屯门的家 几千元就有交易 两千多元,不要开玩笑 所以今集想和大家数一下十大楼市惊吓榜 厉害 我会说说现在楼市的最新状况 让大家可以温顾思深 知道现在 不要说我害人 不要开玩笑 我都被这些新闻嚇到 真的 我再结集过去这几天 所有最重要的楼市二手楼的资讯 大家知道 究竟现在市房 应该买楼 应该做一个更好的选择 还是呢 应该先等一会 因为实在很多朋友都问 是不是现在要入市啊 值不值啊 我反正告诉大家 现在市房 是靠一样东西 肖先生说市会下跌 接着会弹回来 是不是 不要开玩笑 2022年时 肖先生说 楼市一定会大跌两成 哇 肖先生立刻弹回 由156点 到168点 所以 肖先生真是惊 灯神华灯神 是不是 年初呢 3月的时候 政府松绑辣椒 那些市府好些 好好好 2、3个月 转头 不然又 增加回来 今次 施政报告帮了不少 又说7成可以上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钱 好像大家都觉得好似好 是不是 立刻有水 找 中原领先指数 升回去136点 连续两周都上升的 但是仍然很多区域 都要跌,今集想和大家研究一下 究竟租金仍會不會有升值的潛力呢? 究竟你看到萬人空巷的市況 是不是應該要撲入市呢? 今集內容非常豐富,希望大家可以按讚,訂閱和分享 吳仔的頻道,支持小弟創作 2000個收績力,以及三上人80 多謝大家支持,最好支持小弟的 退休四寶 除了債券、基金、儲蓄定期和實質資產收息之外 還有我這幾本新書都可以幫助大家 如何可以渡過難關 多謝大家 第10位 倒數唱歌的榜 第10位,失手三球 這是新歌 天水圍,慘了 家湖山莊 家湖山莊 一向都多成交 但多成交就不代表好市 最近一個一房 兩房的單位 292萬成交 赤膠來到6500元 其實之前7月份 都有一個5000多元成交 今次也算第二低位 近年來 上次那個是一個拍賣行成交 有四桌 最高搶高 搶到288萬 赤膠來到5227元 比銀行低四成 今次也不是差得很遠 中原地產 他們說 剛剛這星期六日 有5宗成交 競抽 從7個月來 最高的成交周末 今個月也有21宗成交 厲害 所以 家湖山莊 也有承接力 也有這麼少人買 這是翠湖居 四座的低層F室 使用面積449平方尺 最後以292萬沽出 原業主在2014年買的 持貨10年 僅僅 都是賺了60幾萬 我計算收縮費 可能賺50萬 我想也是差不多 也有升值20幾% 好過沒有 現在沒有辦法 他這個單位 算是低層比較殘舊 還說長生有些發揮 所以這個新買家 你就要想想 如何賺錢去裝修 單位 也是比較舊 5千多元的 剛才說5千多元的 也有些事故 所以沒辦法 要280萬沽出 這個叫沒有事故 也算是這樣 殘舊一點 沒辦法 隨便吧 好過沒有 那裡有很多新盤 什麼Lofo Land 什麼Westland 真的要比下去 所以 天水圍比較可憐 讓一手樓 不斷挑戰 平均 天水圍加護山莊 都是8千多元 這個6500元 似乎業務很急 很等前世 沒辦法 好了 第九位 市區盤 我當時也有去抽 幸好抽不中 這叫做匯曬 高層一訪海景 723萬沽出 6年間蒸發2成多 這裏沒有了230多萬 原來以949萬買回來 6年前當然我估不到疫情 我幸好沒有抽到 但是我有一些親戚都去抽 我有些朋友也買了 不知道他有沒有放 我想都是現在 照是收租的 OK的 南昌站上蓋 叫做多好收租 這個362呎 平方呎一房間隔 其實那些一房不太等待 到門和廁所 放在那裡 你都真的放不到衣� 那個走廊 我講的是公用地方 不是家裡的走廊 一房哪有走廊 沒有走廊 都相對比較窄 比較窄 所以就算有海景 原本是業主 800萬想著 所以放盤想著 偷計不到 吃炸米沒有辦法 最後723萬沽 7價19972元 那時候是2萬多買的 沒有辦法 真的這個時勢 大家都不要想著 哎呀 可不可以高位放 可不可以賺少少 6年前買就無論如何都要虧了 都算高位了 沒辦法 好了 第八位 其餘一個盤 都是很多人買到的 要虧 就是九龍灣的浩日 這個行動地產 最近也有一張 撻訂的個案 這個不是二手 這個是全新買入 三年前買入 957萬入市 最終呢 他也要撻了95萬的訂 沒辦法了 其實很多這些都是中資交易 什麼 撻了10%的訂金 哇 他會不會去追你 誠哥可能會 哈哈 我想這個退休 什麼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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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沒時間追來的 正順 以前這個位置 是一個淘大工業村 前身是一個 曾經2016年 試過什麼 視窗迷你倉的 四級大伙 之後呢 行龍就收了所有業權 統一業權 做了這個地方 叫做浩日 叫做 詩詩正正 這樣 OK啦 好過沒有啦 好了 第六位 這個真是淒慘 賀敏田 浩田 那時候是小 真是高位 2021年買的 3,500萬買回來 一個三房單位 採用 三年期 長城交期 嘩 你真是長期 真是 不知道之後什麼事情 最終這個業主 沒有了455萬訂金 被人沒收四球半 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第十座六樓 的一個單位 943平方尺 算是三房間 那時候採用1,138日的成交期 還有兩個住宅的停車位 應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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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進來住 每年當然 之後還要交租 一直這樣住下去 但是呢 最後的業主 還是要訂購 所以那時候 我經常說 那什麼呼吸計劃 那些 你做的那些 真是大領落 計算那些管理費 集費 加上租 真的沒有了455萬訂金 嘩 真是 所以 三年而已 住三年 除了一年 都要150萬 除了12個月 十幾萬 真的住過三房單位 值不值呢 那這個 行人的意思 賀文田 豪宅 這麼大 這麼美 十幾萬 我就不會選擇 你知道 那裡很多 浩田 浩文 什麼 我都不懂 這些名字 真的很多這些 大家真是想清 想錯了 好了 第五位 唉 這個又是被人撻 發展商撻了 撻了 撻了 1065萬 嘩 就是這個 將軍澳 藍堂 澳連 連續有兩貨撻 由麗辛集團 和這個 帝國集團合作的 這個 又 藍堂的澳 什麼 藍堂澳田 是不是 澳連 真是不知道什麼名字 阿連阿田 就隨便 總之 實用面積 1,190呎 和另一個 1,040呎 好大 兩個都是洋房 下面這些是洋房 最終都要被人沒收 10%訂金 嘩 這裡加起來 真的 1065萬 真的很多 沒辦法 2020年的時候買入 一個是3,000萬 一個是7,000多萬 加起來也挺多 以為看好 好 覺得有發展 有藍堂 有將軍澳 是嗎 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還有很多人排隊 戴著口罩 走去 應購 真的排了出去 很誇張 不要開玩笑 那時候 很多人去看這些樓盤 以為沒事的 誰知道經濟 加上加息 沒有人想過會加一加加五里 誰知道整個市況 樓線逆轉 真的沒辦法 所以 投資 都要看清楚看錯 不要亂來 好了 第四位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慘 一手貨買回來 十幾年前 都要虧 虧了 死貨 不是三年前 十三年前 不要開玩笑 這個就是 屯門 升堤 一個三房的單位 最後是1465萬沽 天台還有一個按摩池 扎姑池 讓大家看看 袁林景色很漂亮 在屯門 大家知道 這麼威死軟 我都不知道升堤在哪裡 看星星的天 真的很威死軟 原來掃管窟 還有一個三房 還有天台的特色 真的 不流水也算偷笑 很怕主意特色 我住過一次 真的有很多大問題 這個業主本身1800萬買回來 不算特別便宜 沙卡拉那麼遠 現在想1800萬買出去 誰知道當然沒有人制 最後主動減到1550萬 也有一個 真是見 也好過沒有 你知道青山公路那邊 租客就多 但真的買客 買家真的不多 最喜歡1465萬成交 赤價圍到9806元 嘩 元朗 都不止這個家 是不是 但屯門這些 真的沒有辦法 要扔到去 9000多元一尺 沒有辦法 新盤之前有8000多元都有 所以 現在可能好一點 到10000元 但真的被新盤打到殘 原來這位業主 原來這位業主 不是1800萬買回來 2120萬買 慘了 要洩655萬 貶值了3成1 是歷斯尼 在這個屋苑 最金的 155萬 住了13年 真是慘了 所以地點很重要 雖然說住了很多年 很舒服 但住了13年 都要沒有655萬 我還沒計算你什麼利息 我當你Full Pay 也好 那你除回去每年 都要花很多錢 多少錢 655萬 除回去13年 除回去12個月 每個月 大概4萬元鬆一點 當交租 沒辦法 現在這個市勢真是難搞 好了 頭三位 驚嚇榜 這個 差10年了 都要虧 虧4 什麼叫虧4 當然虧4球 你猜虧4元多 哎呀 看看 這個 君臨天下 原來這位業主 原本2014年買入 還沒賺12萬 但是計算那些 辣稅 洗費 當年都貴 要虧430萬 最大原因就是 旁邊的單位 就是那個水果大王 超級空襲 當年 是太擁有的 那個空襲 一火四房的單位 複式單位很漂亮 誰知那個富商 水果大王 彭次輝 被懷疑包養小山 接著 單位之內 被前妻 餵食安眠藥之後 遭她狂斬過百刀 哎呀 前妻 就餵了她 潛逃 跳樓 跳到泳池那裡 那時候 非常之震驚的市場 跳到泳池那裡 哎呀 聽到都 真的 吃不下飯了 哎呀 那原業主呢 5200萬買回來的 最後呢 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賣出去的 但是呢 都要虧了 真的沒有辦法了 這些都沒有人想的 真的有時候 真的 雖然不是自己的單位 旁邊左右 都有點影響 沒有辦法 雖然很英俊 這個 又有樓梯 又什麼 是不是 之前都想 叫價6,880萬賣出去 但是呢 最後都是只有 5200萬億手 赤價位到28,650元 真是阿里陀佛 我想 事樂境遷吧 將來沒事的 好了 第二位 嘩 現在 沒有開玩笑的拍賣會 有86項拍賣 屯門一些半新樓 半價賣也有 但是最震撼呢 就是那些什麼 元朗公屋 不用100萬也能買到 2678元一尺 圍到錄表開價98萬 有366平方尺 OK啦 元朗 朗平村 八座一個單位 算是沒有了 舊就一定是舊的 不用100萬買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錄表 有錄表可以買到 赤價位到2600多元 算是很便宜 另外 另外 屯門 有一個樓連四零的 叫提岸 有幾個單位拍賣 都是開價300多尺 所以開價280萬 赤價位到7500元 當初這個業主 600多萬買回來 大跌337萬 哇 真是便宜通街 真是半價開賣 所以新樓真是 前幾年買真是害死 開四年也要跌一半 哎呀 真是 沒有辦法 真的 事況不行 人家要拍賣 肯定是銀主盤 所以 很多的 這些拍賣會 還有什麼 牛角 牛頭角 德寶花園 200多尺 250尺 屬於武契樓 最後 160萬開價 看看大家 能否抽到 拍賣 現在匯豐都在顧275萬 所以也要低市價四成 6000多尺 真的想得過 但是 沒有契樓 就 買回來 轉賣 轉不了了 你當是收租 賣出去 很難的 要拍賣出去 所以有時候 真的難搞 好了 這個榜 第一位 嘩 市區 市區樓 屯門家 說的是 將軍澳的翠林村 看出去 一個高層山景 看出去 原林景致很漂亮 一百二十萬 竟然 一百二十萬 就有人承接 根據世紀二十一 分行的同事說 這個翠林村 雅林樓 一個高層 381尺 望翠陸 圓林美景 內籠 市市正正正 業主 今年六月放 148萬 最終 有錄標客 買 一百二十萬 承接 所以你不要說 這些 居屋 公屋 有人承接 絕對有市 有價有市 是不是 赤家衛都 三千一百五十 算是市區 帥仔仔 生胖神移 OK的 所以 其實現在 不是只有豪宅市場 哇 有市場 公屋也有很多市場 只有公屋 只有田下 所以 現在 市況也是兩極化 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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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宅那些 還有價有市 不要開玩笑 你看見啟德 兩萬二元 都 夾著去買 是不是 虧 也要買 但是很多人 還有人搶 現在那些豪宅 還有很多人 買的 聽說 英王 有一個豪宅 在 仇神山 是不是 嘩 都去 香港歷史新高 八萬多 八億多 八億多 八億多成交 你以為沒有價沒有市 傻的嗎 赤價圍到七萬元一呎 所以呢 嘩 簡直是今年的新高 所以大把 很多人 走去買樓 不要開玩笑 是不是 有錢那些 絕對 專財會絕對會來香港 所以 是不是真的 沒有景呢 絕對不是 何況現在的租房 租金 嘩 都去到四里幾 你看到這些 加費法院4.8厘 西營盤都四里幾 九龍區 德布法院 不要開玩笑 剛才說的那些 你以為九龍都四里五 四里九 所以 現在的市場 真的搶得很厲害 給學生哥 是不是 連沙田那些 都四里幾 所以呢 是不是最高呢 你不要忘記 其實2000年 到203年 那時候的租金 去到五里幾 六里 是啊 最高是六里幾 所以呢 現在 是不是算很高呢 未止 可能繼續高下去 也不奇怪 只要 現在的利息 不會說 狂跌 狂跌下去 叫做說 一直保持住 那些樓價 可能二手就繼續跌 你租金水平 就真的去到五六里了 真的不要開玩笑 歷史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所以呢 現在的地產商 就扣量 就不求價 真的有貨 有價有私 香港 四百萬以下的盤 有四千多個 我不知道這幾天 有沒有消化百多二百個 還有大包貨尾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看 三百多萬 又不倒閉 是不是沒有價沒有市 買回來 收租也不錯 是不是 又不用說 六成 五成 你可以借七成都可以 所以呢 可能真的二手市場 也有機會會繼續 不要說跌 至少也有些成交好 過沒有 是不是 那些公司也有錢做 是不是 但是你問我說 買樓 拿去收中 我就寧願找一些基金 收息 好像我現在收的基金 也有七厘多 債券其實很多都五厘六厘的 真的 這隻六點八厘 AT&T 很多這些債券 所以懂得分散風險 學習不同的收息方法 都應該要的 看我每一千個收息 你就會知道更多 關於這方面的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歡迎大家WhatsApp我 下面這個電話 有什麼可以問問我 關於這方面的心得 不敢說意見 分享給大家聽一下 究竟怎麼可以十年之內 提早退休呢 用什麼方法可以做到 收息 不斷複釋的效果呢 希望大家喜歡分享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多不同理財收息 下次再見 拜拜 每個人一向都是益我們 在去年跟我做過這麼多個財經節目 你有些戰績跟大家說說 不敢當 其實都 好運都很重要 這麼謙虛 不過我們也是有些策略 我們都不是隨隨便便去炒賣賣 所以成績都OK的 他那些東西很刺激的 我知道都賺不少 但我個人比較穩陣 其實伍仔對Ivan的推介 我發現原來分散我的資產 是可以很便宜的 是可以用很少的錢 可以這麼說 簡直是別人幫我供了一層樓 債券通常是兩厘三厘 各負債券一兩厘 好少少的投資級的債券 可能有三四厘四五厘 又可以收息 又可以做到一個資產增值 債券的好處就是 他一定會有利息 即是有多少厘大概 大概就有七點多厘 七點多厘 那買樓 聽說我只有兩厘多 一般是兩厘 月大的樓 二三千萬的樓 基本上都未到兩厘 所以我自己的計劃 就是將一部份的資產 讓他生息出來 我們有個首期 每個月他生息出來 就幫我供一層樓 是的 那些錢 生錢 我就不用打工去供一層樓 其實一千萬 你想想 如果你說銀行只一千萬 可能真的給的利息 起碼到三四百萬 管理費 現在是幾元呎的 好少少的 是千幾二千元的管理費 很多人以為就是 買樓 可以的了 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方法 幫你錢賺錢 每個月有個息 還有我想說 你說七八厘 是 如果你有三百萬 你去三百萬 香港買不到一層樓 但是收回來的息 我們上次計過一萬 兩萬多 兩萬多 兩萬多的樓 香港起碼要七八八萬 是 我們都是覺得這個是比較風險 去分散 不要說一鋪所有的雞蛋 放在同一個欄上 沒錯 Ivan經常說一件事 不要所有東西 沽住一閘 分散了你的風險 絕對可以放心